救護車緊急趕往醫院 手腳多處差錯傷的 33歲俗性遠景 自行從副駕駛座走了出來 傷勢看來較不嚴重 27歲的核性遠景 則是躺在活動單架上 被推進醫院搶救 當時他人還清醒動了一下 但顯得很不舒服 收醫之後一度陷入昏迷 後腦縱摔倒地的核性遠景 27歲是台南人 從僅6年 四個月前才從外地調回家鄉服務 剛結婚不久 生了一名女兒才兩個月大 竟然在父親節當天凌晨出意外 同事十分不捨 紛紛為他集氣祈福 期盼他趕快脫離險境 在同事眼中 他工作認真負責 還是台南市警局113年度 連結楷模 貨搬榮譽狀 第一件自撞車禍撞倒路燈 波及停放路旁的五輛車 一輛輛都明顯受損代休 沒有想到遠景到場處理也遭殃 警方說33歲的蘇姓遠景 輕傷沒有大礙 至於27歲的核性遠景 後腦出血 後續將凱刀治療 警方表示他還在加護病房救治 呼喚他時 他的眼睛會張開 情況有好轉的跡象 只期盼他能趕快脫險 TVBS新聞 挨招閑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